欢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龙 有人说公道自在人生 不过有没有人可以将一样东西说到劣质化 都要看那样东西本身的价值 质地好就不怕被人说劣质 正如这个星期SN就要带出 无论几大困难 只要有勇气面对 不用出口述好事都会自然来 All is well 先和大家总结第七周讲 飞马作客公民经历的悲同喜 等同坐一场九十多分钟的过山车 迪天奴七分钟入球先向飞马潑一盘冷水 话说飞马二十四分钟拨一个十二马回来 靠伊达做潰子手射入攀平 不过开心三分钟 又被六三军艾利奥见弓 又要踢逆境波 飞马董事梁子山匹军事行动 还靠后劲冲赢半岛金器杯 而他这对飞马一开turbo也威力无恐 伊达Encore多一球 69分钟帮王三军追平 到最后9分钟轮到高帆炮制反超前的一脚入球 大战保时超过五分钟 飞马保得着胜局还要多得球证 保莲奴被邓景王拉三跌在禁区就是一点表示都没有 是不是好像社交网站Facebook的评论说要找赞助去厌眼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飞马赢3比2始终都要靠韧力才做得到 杰志作客深水埗就要靠耐性 因为深水埗的密集令到有奴彼道复出的粉红冰团老鼠拉龜 一直没有发展咬得开的僵局要到最后16分钟才找到变数 罗志军将梁子成的横泉转化成入邦 奠定1比0的胜局 杰志在亚洲足协杯被编在F组同组有马来西亚的登加楼 越南的宋南二安和新加坡的淡宾尼领导曾说明有增兵需要 我们想增加我们的队友的队友的队友 从香港来自来的队友是很难的 因为没有很多队友会来队友的队友的队友 我们需要带一个队友的队友 因为我们想去做最好我们的队友的队友 现在我们在队友的队友 南华尔在大球场击到大埔就要靠一团火 正如主主罗杰成在他的部落格提到 半场在更衣室头队上下的想法是要捉回那团火出来 果然护家白卷的局面由早以74分钟的入球改变 而当徐德瑞10分钟之后成功将比分拉开 南华的运气开始变回霸气 陈少奇保时阶段将最终的记录锁定3比0 团门无法只在主场赢到标准流浪 但讲到地獄主场的霸气 南三军就肯定赢足一条街 话就说新组38分钟方标准流浪开记录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就由团门主导一场攻防战 马高迅换边之后9分钟回径翻一球 只可惜门将梁兴杰上身的演出 令到团门只能够接受1比1的和共 欣力健正式掌团门瑞印第一次主场大队 未能够抢3分 神戏就在寒冷的旺角场向港青大开杀戒 郑少偉开帮未够一分钟就帮光橙橙的神戏领先 这球亦都是今季港甲最快的入球 是就是肤色黑点 但是亨利这位10月MVP踢起玻璃 感觉有团光跟着他 连球都好像要跟着他 换边之后4分钟 围着他的脚给他吃糊 亨利的旺气也带旺周边的成份股 六指豪打开个人入球户口之余 还要加上卡尔 由64分钟开始4分钟之内的两个入球 令到神戏待稳多一场胜仗 梁子俊感上天花奠定赢5比0 今季未输过的神戏 继续压住同分的结节排在港甲榜首 最开心的是卡尔、陆志楼都开得开 攻击线上全部都开得开 证明我们前面的把握能力很好 只要我们做好防守 进攻方面我们每个人 哪个落场都有信心 季初如果辛苦些 粗气的体能 往后日子更加会舒服些 踢下去 大家都很努力 你看到球队上场 其实是开心的 每一个队友付出的结果 不是我自己一个 我觉得每个带动 可能我会相信 把握能力 郑少伟获重召入港队 争夺省港杯 天气变 搞得亨利声变 风雨飘摇的友谊赛 只是帮下手打下气 集合当金铜昔日 香港代表队成员的红三军 接受香港体育记者的挑战 阵容也不是开玩笑 现役港脚有谢德谦等等 前辈就包括山道士和李健和 比赛期间 体育要求和哥不要开四球 但是和哥的霸气 推两步都已经要各位看颜给个礼 钟浩然打开记录的一球 亦都是由李健和策划 山道士就给各位体育钳制 怎样钳才是最好 超技术是最直接的方法 粗野还粗野 不失霸气最紧 笑着来踢的一场卫生球 目的是想试下欧洲国家 背官方足球有多好踢 原本11个对11个 红三军索性比体育16个一起上 而1比1就是最终的比分 比分是其次 友谊第一才是最重要 香港国际马拉松明年2月举行 对部分长跑狂热分子来说 任何可以提升状态的实践机会 都要好好把握 澳门国际马拉松就是最好的测试 赛事突入30周年 吸引近60个国家及地区 6000个建议各族是历界之序 肯尼亚气袋最厉害 上届亚军金伦利 扬威男子传马 将保持三年大会纪录 推快近3分钟 连破纪录的特别奖金 赢一场比赛就代走4万美元 而罗斯更将女子传马 尘封了11年的赛会纪录打破 而今届破纪录的人数多达19人 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他们的沈佳怡 女生一样有他们的滋爱 篮球场上的王丽芳就选择在平衡时空 同篮球在一起 亦因为有了他令高梅的世界 You're eating and eating 不一样 何用生同大家一起寻找王丽芳的青春记忆 打街场对两位港队篮球女将朱考仪和王丽芳 绝对无难度 拿冠军未必是最重要 我们拍过照片时晒到黑暗 在上海 在上海晒空 变了黑人 有情无价 那些年十多岁在球场不打不相识 有人打过港青 打上甲组 还打过港队 这一刻真的很难做 我觉得 都继续落 几十年后都是一样 我们继续HAPPY BASKETBORN 对 所以我们的名字是这样的 在人生里面 一群朋友对你来说是很重要 无论你开心不开心 都想去跟人分享 而因为我男朋友开始到这群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要好好珍惜 就不能说 金融会就说 打过比赛这样的数损 可以打得同一罪 一定都是好好的朋友 每个人都比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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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都比赛好 不知道在做什么 二十岁女郭斌前程 有人考入纪律部队 有人教书 而王丽康就做银行 我们会保持着 不会说没时间 因为打球 大家会遷就一些时间 会特意出来打球 打球之后 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这件事挺好 当下拥有的一切 都要讲回小学三年班那一年 那时小谷男朋友 只知道一个橙色的球 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 阿sir叫我们拿球 地下一个籃子 入了球就可以了 很开心 那些流汗 你不会觉得很臭 那些流汗 你觉得很舒服 很爽 打球真的很爽 王丽康九岁 由福建来香港讀小学 同籃球结下不解之缘 十四岁读中学 第一队入的 南球队是伟邦 之后入港青 十七岁打港队 有得出埠就最难忘了 见识多了 去不同的地方 和不同的人交流过 原来圈子很大 南球这件事 在香港是真的很小的 在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真的很厉害 我会不断上去进步 所以更加努力一点 二字头 中学毕业出来打工 南球就教晓他 什么叫做承担 十几岁 应该说十几岁的时候 自己还是小 很多人可以说 放他就放他 但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自己都是主力的时候 你一放他的时候 承对球底 可能因你而影响到 过几年 人生就说要望到三十 说到尾 做人都是要懂 苦衷作乐 南球是一个伙伴 好像没有了他不行 好像一个南球 我会觉得 体育精神 无分种族 语言 膚色 堅存 残疾 有能者居知 今届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 出现一位香港特殊奥运代表 他是罗远宁 即使患有唐氏综合症 但是当高尔夫球走入远宁的生命 他的自信判断集中和冷静 令他打出属于他的一片天 天生我才 高尔夫球也为罗远宁带来一个又一个荣誉 今年在希腊瓦典举行的世界特殊奥运会 他就在level 5 为香港赢到金牌 很多金牌很开心 认识到很多外国朋友 认识到很多外国朋友 喜欢打脚 很有兴趣 他当时 批得不太好 要做 要摆好姿势 当时打得不太好 就不开心 教练就要 努力别人 要打好自己的球 爸爸妈妈给我的信心 鼓励我 节目结束前 和大家入跑马地 重温国际骑士邀请 十二位世界顶级骑士 以四关赛事来到决定 谁是高手中的高手 亦为1211香港国际赛马日的大战 来一次渔演 伟达、柏保和蔡明兆代表香港摆擂台 不过代表意大利的戴桃李 才是勒曼的主角 第一关 騎旅游小子先赢第一win 虽然第二关浪漫天马包尾 而第三关架宝又差些少 输给玉盒生辉跑第二 但去到第四关 大途李的攻架 彻底体现在一匹第豪明区身上 赢多一个win 全晚四关 两冠一牙 令大途李继03年后 再做总冠军 大事跳跃 再一次在香港观众面前展演 Sports Network 下星期再见 我是郭子龙 拜拜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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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